近日 国外服装企业HM集团发布声明 抵制新疆棉花产品 引发众怒 目前国内多个电商平台已下架HM相关产品 中国棉花行业在国际中处于什么地位 新疆棉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新疆棉花产业中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 宗教歧视 抵制事件是否会影响新疆棉花生产 3月25号 记者就相关问题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胡冰川进行采访 大家总觉得就是中国我们是世界上很大的产品大国 同样呢我们也大量的进口棉花 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纺制品的出口 是要超过中国国内的棉花供给的 但是呢我们这种出口是刚性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梯度转移的这些国家 把它这种产能加在一起 它很可能都无法满足下游的那种国际需求 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说 哎呀我抵制了这样一个新疆棉花或者不消费怎么样 这个整体来说呢我们从客观角度来说评价 这既不是一个商业行为也不是一个政治行为 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个反制的行为 对于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及HM集团宣称 中国新疆存在侵犯人权和强迫劳动的风险 胡冰川表示这是无稽之谈 过去每年到秋天棉花采收的时候 都有从会从中原地区 比如说像郑州会开行叫采棉专列 把中部地区的这些人呢 劳动力输出到新疆去采棉花 如果你要强制劳动的话 那我们还要从这个中原地区去输出大量的 这个劳动力到新疆去采棉有什么意义呢 这两年呢就开始大规模的这个机械化 我们经过这个也就是十来年时间的发展 我看到最新的数据 大概现在机械化的这种面积应该是接近50% 如果你要强制劳动 那么我们去做机械化干什么呢 那么就强制劳动好了 那劳动力什么都是零 这个无稽之谈 胡冰川介绍 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为支持全世界抗疫 开足马力生产防疫物资 对欧洲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了130% 这些号称要抵制中国棉花 抵制中国这个棉花和中国棉纺织产品的 这样一些国家 恰恰是中国纺织品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没有中国棉花或中国纺织业 这么巨量的这种天量的出口 没法支撑世界最广大范围的抗疫活动 对于这次事件 是否会对新疆棉花的生产和中国棉纺织业造成影响 胡冰川表示完全不用担心 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说了嘛 就是中国我们自己的棉花还不够用 我们还要去出口棉花 实际上对新疆棉花影响更大的 是国家的支持政策 而不是这些经销商的策略 但对H&M和BCI来说呢 可能是丢掉中国的市场 这个是现实的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H&M和BCI将来会后悔 它后悔的未必是在经济上 失去了中国的市场 而是呢 它不能用一个客观和正确的价值观 去衡量现实问题 就是说 当它发现了自己过去的思考 是存在缺陷的 那么我觉得 它比今天会后悔